从早上十点多钟到下午六点钟这个时间段都有这些女的在那里来回来走动 初步了解三个房间是卖淫女卖淫的房间 我们在现场是抓获了四名女子包括一名鸡头一个男子 初步了解就是有三名女子是涉嫌参与的这个卖淫 我们知道有这么一个地方然后可能就是那是首人介绍过来 我也没有什么负责你愿意来就来不愿意来你不违心我更加愿意 卖淫女每次交易单他就是要收五块钱就是一个场地费 然后在中午呢是免费提供一餐给这些卖淫女的吃饭